第1051章在林青州皇城 林云并未在百战王朝九流 也没有去追那江龙侯府的人 次神域面积不小 前往青州的路也不仅仅只有一条 就这么上去追人 很难能够追到任何人 这天云王朝抓走父亲和爷爷 是为了威胁自己 这就代表着他们暂时应该不会对爷爷和父亲怎么样 所以林云先行回了一次龙武帝宗 目的是先安抚住龙武帝宗的人 顺势想一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救自己的爷爷和父亲 在这过程中 林云也将之前准备好给龙武帝宗和太清宫的东西 都发放给龙武帝宗和太清宫 最后林云告诉旭老 让旭老通知龙武帝宗的弟子 看他们是否愿意跟着自己一起迁移出四神域 如若愿意的话 等林云从青州回来后 他便带着所有愿意一同离开的人一起离开 听见林云要将龙武帝宗迁移出四神域的消息 旭老等龙武帝宗的人既高兴又担心 四神域毕竟太偏僻了 他们自然都希望能够出去见见失面 但是外面也太危险了 龙武帝宗这么迁移出去 毫无抵运 以后要想在九州立足恐怕会非常困难 林云 你放心 这些事情你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云清雪主动将所有事情揽了下来 如今他是四神域第一人 地位在龙武帝宗可以说是仅次于林云 交给他 林云自然一万个放心 安抚住龙武帝宗后 林云就直奔青州去 所有人都知道 青州势必又会掀起一番雪与兴风 林云 我此番只是奉命前来保护你的安危 至于你们各大势力之间的争斗 按理说我是不能够插手的 不过既然你是我日月神谷的弟子 如若你真的遇到了非常棘手的事情 我也不会袖手旁观 龙景在路上对林云道 此番龙景护送林云回来 自然是越低调越好 否则一旦引起了其余三大超级宗门的注意 三大超级宗门或许会派人来对付林云都说不定 如若龙景也插手这个大势力之间的事情的话 消息恐怕会很快就传开 到时候事情的发展就会难以控制 难免会出现一些难以应对的局面 龙景长老 这件事我自己解决就行了 区区一个天英帝国而已 这一次我必让他们后悔终生 林云信誓旦旦 天英帝国各方面都是九大帝国之中最弱的一个帝国 若非地处偏僻之地 毫不起眼 五道资源也十分匮乏 恐怕早就被其余帝国给吞并了 龙景没想到林云有这等气魄 事实上当他知道林云在四神域建立了一个宗门 甚至还想将那个宗门从四神域迁移到九州的时候 就被林云的气魄给震住了 此此报复极大 若是成长起来 以后前程绝对无可限量 别说是九州 就算是放眼整个神武大陆 迟早都会声名赫赫 十天之后 林云终于到了青州的皇城 此时的皇城内外 大街小巷 城墙之上 都随处可见有关于林云的通缉令 但林云和龙景现在是何等实力 他们来去自如 根本不可能被人发现 更何况 林云还可以躲进乾坤画卷之中 让龙景带着自己进入皇城 躲避的方法多得势 进入皇城后 林云没有鲁莽地直接去皇城 向龙站和江龙侯府的人讨人 若是到时候对方真的 纳自己爷爷和父亲的性命 威胁自己 自己将束手无策 那样一来 自己实在是太被动了 爷爷和父亲也将会非常危险 唯有先救出爷爷和父亲才行 不久之后 林云出现在了政法工会的一个院子内 这个院子林云来过不少次 都是偷偷来的 毫无疑问 正是顾清明的院子 不错 林云就是先找到顾清明 让顾清明去帮自己打听 爷爷和父亲被关押在何处 然后再先想办法将爷爷和父亲救出来 等了一个时辰 顾清明终于是回到了自己的院子 当他见到林云 满心激动 这一段时间 通过修炼林云给他的大眼神觉 他的灵魂力量已经提升到了整整八十阶了 这还仅仅只是耗费了他大半年的时间而已 要知道 他之前几十年努力 也方才堪堪将灵魂力量提升到了五十阶罢了 而越往后灵魂力量越难提升 而这才大半年 他却整整提升了三十阶 这说明什么 说明林云给他的大眼神觉实在是太强大了 林云在他心目之中的形象无疑再度高大了不少 更何况 这一段时间他还听说了林云在九州大比上的表现 知道林云获得了九州大比第一名 还直接成为了日月神谷的内谷弟子 可想而知 以后林云的前途有多恐怖 简直难以想象 他之前甚至还以为林云飞黄腾达了 以后就不会再来找他这等小罗罗 他也将无法再接触到林云 让林云帮助自己在阵法一道上走上更高一层楼 但没想到的是林云却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院子内 这绝对是意外惊喜 这一次他无论如何都要更定林云 大师实在抱歉 上一次你让我寻找的知音之地 我至今都还没有找到 顾清明冲着林云恭敬拱手 这让一旁的容景都是无语宁业 容景自然知道顾清明是一名阵法大师 而是阵法品级还不低 但他却对林云如此客气 还叫林云大师 这代表什么 难道林云也是一名阵法大师不成 可这怎么可能 林云已经是武道 练气 御寿天才 现在若还是阵法大师的话 连容景都不敢想下去了 顾清明 这些事情以后再说 这一次我来找你 是为了另外一件事 林云接下来便是开门见山地对顾清明道 在林云说完之后 顾清明方才恍然大悟地道 难怪这些日子龙战一直召集 三大侯府进行秘密商谈 原来竟然做出了如此下散烂的手段 大师 你放心 我这就立即去调查 一定尽快打听到两位大人的下落 点双引号 龙战和三大侯府的保密措施做得不错 连顾清明都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如今顾清明得知林云需要他帮忙 这是顾清明表现的大好时间 顾清明自然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在林云面前好好表现一次 至少让林云觉得他跟在林云身边有一定价值 以后不会随随便便地抛下他 第1052章字头罗网 有了顾清明帮忙 事情进展的颇为顺利 顾清明毕竟在清州是德高望重的政法大师 是皇室需要讨好的对象 因此即便皇室有意封锁了各种消息 顾清明一番努力打探 最终还是找到了林云爷爷和父亲的下落 他们并非是关押在林云所认为的皇室地牢之中 而是被关押在了一座叫困兽宫的宫殿之内 这座宫殿是由金铁打造 平日里是用来关各种强大妖兽的地方 坚不可摧 此时困兽宫守卫众多 戒备孙然 没有天英帝国的陛下 任何人都不准靠近半分 现在很多皇室中人都将这座宫殿在时称之为禁地 甚至就连江龙侯府的侯爷江波都亲自镇守在那里 大师 整个皇城不仅仅只是困兽宫守卫众多 现在整座皇城都是守卫孙然 任何人进出都得严格登记 不容有失 一旦发现可疑人员 便可以立即抓捕起来 依我看 多半是龙战害怕你来找他报复 顾清明补充了几句话后 又立即对林云表忠心地道 大师 接下来你还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 只要能够帮到你 我顾清明就算是下刀山下火海都在所不辞 林云稍作沉思 他现在确实还需要顾清明帮忙 至少在没有救出爷爷和父亲之前 他绝对不能暴露自己打草惊蛇 让皇室有挟持爷爷和父亲的机会 于是他立即就对顾清明道 顾清明 接下来我要你做的事情很简单 等一会儿我会进入这乾坤画卷之中 你只要带着我到达那困兽宫附近的位置即可 顾清明对于林云的话 无疑是言听计从 赤不宜迟 立即行动 所以接下来 林云和荣景逊吉地进入乾坤画卷 让顾清明带着画卷进入了皇宫 顾清明什么身份 皇室的那些守卫岂敢拦他 只不过是随意登记了下 顾清明便可随意行走在皇宫之内 一个时辰后 顾清明终于到达了困兽宫不远处 只是距离困兽宫还有数千米的距离 就被一对十几人的守卫拦了下来 那些守卫向顾清明表明没有陛下的指令 顾清明不可以再靠近困兽宫半分 顾清明正要说些什么 就在这时一股气静突然从顾清明身上的乾坤画卷之中冒出 那时几名守卫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全都倒在了地上 一命呼呼 毫无疑问 动手的人正是林云 这让顾清明瞳孔一阵收缩 林云的实力让他感到惊恐 就见到林云从乾坤画卷之中走了出来 身上杀意疼疼 顾清明 为了你的安危 你先进入乾坤画卷 等我跟皇室以及三大侯府算完账后 就带你离开青州 林云一边说着 一边直接将顾清明弄进了乾坤画卷之中 都不等顾清明回答 林云的身子就已经化为一道青烟消失在了原地 随后紧紧眨眼之间 林云就已经到了困兽宫宫门之前 放肆 什么人竟敢擅闯困兽宫 林云的出现 一下子惊动了困兽宫外的守卫 整整数百名守卫 全都凶神恶煞地涌了过来 一副要将林云大谢八块的样子 你问我是什么人 我是要你们命的人 林云没有任何耽搁 手中就已经拿出了乾坤古剑 古剑出 剑一起 仅仅只是在片刻之间 天空之上整整三万条紫色雷龙便是盘踞而现 然后如同暴风骤雨一般狂喜而下 轰猛龙只听见一道道轰鸣声震天动地一般的响起 数百名守卫竟然全都倒在了雪坡之中 无意人生还 吞天熔炉释放而出 数百名尸体迅疾化为一具具干尸 体内的五道晶圆技术灌入了林云的体内 让林云身上的气息再度暴涨不少 林云依旧没有任何犹豫 他就是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救出爷爷和父亲 不给江龙侯府和皇室任何反应的机会 于是下一剎 他的身子又如同鬼魅一般消失在了原地 然后迅疾地冲入了困兽宫之中 一入困兽宫 林云立即就发现了一股阵法的波动 但林云并不在意 一心只在寻找爷爷和父亲上 幸而一切进展顺利 冲入困兽宫后 林云立即就见到了两道身影 赫然正是爷爷林宗和父亲林亚峰的身影 此时的两人 双手双脚都被镣铐锁着 身上已经伤痕累累 丝丝血迹更是染红了浑身上下的衣服 让人看起来异常惨烈 毫无疑问 天鹰王朝对爷爷和父亲用了不少刑 可恶 林云愤愤不平 立即朝着爷爷和父亲冲了上去 但越是靠近爷爷和父亲 周围的机关和陷阱就越多 但这些机关对林云来说不过是小儿科 根本毫无作用 几乎没有耗费多少力气 林云就冲到了两人身前 乾坤古剑和等材质 那些镣铐在这把剑面前就如同豆腐块一般 随便一剑 镣铐就化为铁渣 爷爷 父亲 是云儿来晚了 让你们受苦了 林云满脸自责 若非是他的缘故 爷爷和父亲也不会遭此祸端 云儿 是你 你回来了 林宗豪不在意身上的伤痕 脸上一致不住地露出了激动和兴奋 云儿 此番青州的天鹰帝国将我们抓到此地 就是有预谋的要对付你 他们在这宫殿之中还秘密布置了一个非常强大的阵法 你若是没有把握救出我和你爷爷 那你就赶紧先离开这里 林云风声音虚弱 但却充满了无尽的担忧 爷爷 父亲 你们放心 区区一个小小的帝国而已 他们竟敢掳走你们 这一次我必定要让他们付出惨重代价 你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林云胸有成竹地对林宗和林叶峰道 只要确保这两位林云最亲的人没事 那林云将毫无后顾之忧 从现在开始 有仇报仇 有怨报怨 该杀则杀 林云绝不心慈手软 因此 林云立即将林宗和林叶峰梦进了乾坤画卷之中 并让龙千飘帮忙照顾一下 打算找龙湛等人好好算账 也就在这时 整座困兽公斗然剧烈颤抖 浓浓的阵法之威不断在四方涌动 与此同时还有江龙侯府侯爷江波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林云 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 只不过你以为人是那么好救的吗 陛下早已令人在此布下了一个大阵 就等着你前来自头罗 第1053章你们的死期全都到了 感受到整座宫殿周围所涌动的阵法气息 林云面色稍稍沉迷了几分 这赫然是一个五阶阵法 就连顾清明暂时都难以轻易将其构建出来 讲必是这天因帝国为了防止林云 所以特意去其余更强大的帝国弄来的阵法 甚至很有可能就是去雷州南北帝国弄来的阵法 林云并不在意 他一脸淡然地走出宫殿 来到宫门之处 就见到江波率领众多江龙侯府的人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那些人实力都是不低 各个气势如虹 整整两千人 看来他们也早有低防 浩浩荡荡的两千多人将宫殿围了个水泄不通 一个个都是面目争鸣 林云 今日你插翅南非 江波气势汹涌 升阵八方 也不等林云说什么 就迫不及待地对林云大开杀戒了 所有人听令 跟我一起将灵力灌入这烽火雷啸大阵之中 开启这个五阶阵法 将这个乱臣贼子就此诛杀 不要让你有任何存活的机会 江波阵笔一挥 率先将体内真五进二重后期巅峰的修为 毫无保留地灌入困兽宫外的五阶阵法上 其余人听令也纷纷动手 一个个身上气息暴涌而出 全都如同洪流一般会入纳阵法之中 下时间 烽火雷啸阵法应运而生 一股强盛无比的力量不断从阵法之中蔓延开来 便可见阵法的四面八方风云涌动 前方 有飓风骤起 狂袭而来 左方 有熊熊烈火 焚烧天地 后方 有雷霆满步 镇压苍穹 右方 有一海啸扑面而来 预风 烈火 雷霆 海啸 几乎同时凝聚而成 然后又同时朝着凌云所在的位置 从四面八方涌来 那般声势 骇然听闻 皇室之中不少人围观了过来 见到这等场景 都不由得面色大变 就连乾坤画卷之中的龙千飘 静飞 顾清明 容景和老颜等人 此刻也为凌云捏了一把汗 不过即便如此 凌云也并未求助于容景和老颜等任何人 他一人傲然挺立着 如同一柄钢枪 任巨风袭来而不倒 任烈火焚烧而不惧 任雷霆轰炸而不慌 任海啸冲击而不乱 恍若磐石 窥然不动 这一幕更是冲击了所有人的眼球 而更让众人惊议的是 那些公事对凌云竟然丝毫没有造成半点影响 就仿若石沉大海一般 竟然没有翻起任何波澜 这小子竟然这么恐怖 两千多人一同催动的这个五阶阵法 至少能够随意秒杀真武进四重初中期武者 可凌云却为何可以做到毫发无损 九州大比第一 果然不是浪得虚名 所有人都是看得目瞪口呆 而江波等人的面色却陡然难看到了几点 原以为能够借助这个阵法轻而易举将凌云抹杀 却万万没想到这小子成长到了这一步 江龙侯府的所有人 你们给我等着 用不了几炷香的时辰 我必要你们统统死无葬身之地 凌云双眼之中凶忙万壮 这等程度的阵法攻势 对于肉身强大无比的他早已没有任何威胁 他哪怕就是什么都不做 都足以硬扛住这等攻势 听见凌云的话 江波的心绪更是一落千丈 若是这个阵法都无法对付凌云的话 那他还能够拿什么来对付凌云 江波 我腾翁侯府来助你一臂之力 就在这时 远方天空突然出现了一道道密密麻麻的身影 少说也有两千人 这些人转瞬之间便是出现在了困兽宫外 那为首者 凌云甚是熟悉 可不正是藤龙侯府的侯爷藤武 在他身边的是藤武的儿子 田英王朝赫赫威名的威武将军 藤建 他们的到来 让江波等江龙侯府众人凝重的面色舒展不少 小畜生 今日你无论如何都活不了 藤龙侯府的人听令 与江龙侯府一起催动武阶阵法 将这小畜生弄死 藤武同样下达了命令 然后他和藤龙侯府的人也将自己体内的气息毫无保留地释放而出 混入到了武阶阵法之中 今刻间 阵法声势更加暴涨 无论是飓风和烈火 还是雷霆和海啸 其声势都比之前整整扩大了两倍 赤若滔天 再度朝着凌云狂袭而去 众人都是一阵惊呼 这等声势哪怕就是真武近四重后期舞者 甚至是真武近五重初期舞者 都不见得能够抵挡下来 但凌云依旧泰然处之 整个身体摇身一变 就化为一道雷霄 那些声势全都轰击在了雷霄肢体上 却依旧没有对凌云造成任何伤痛 呲 剑场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 凌云的实力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让江波和藤武等人脸上全都暗淡无光 凌云比他们想象中的要难对付多了 陛下驾到 却在这时 又有一道太监的声音响起 就可见龙战竟然亲率三千禁卫军 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 拜见陛下 剑场所有人无步对龙战行礼 龙战摆了白手 目光却一直锁定在凌云身上 怒不可恶地道 小子 你偷偷潜入皇陵 盗走我皇室吃孙宝物 又连杀我几位皇子和公主 罪不可赦 随着龙战的雷霆之音响彻天际 龙战的真武镜四重 初期的武道气息 也毫无保留地 灌入了那个武阶阵法之中 三千禁卫军舰撞 哪敢怠慢 随即全都纷纷加入了 讨伐凌云的阵营 一道道气息从众人身上喷勃 而初 同样与江龙侯府和滕龙侯府 众人的气息一起 汇入了那个武阶阵法中 下时间 武阶阵法风起云涌 天地都为之变色 飓风 烈火 雷霆和海啸 这一刻又全都暴涨了数倍 然后以更加狂暴无比的可怕声势朝着灵云轰去 这一幕让众人更加恐惧万分 那等阵法生死 那等毁灭之力 简直无懈可击 灵云死定了 所有人此刻心底都不约而同地这么认为 在他们看来 整整七千多人为杀灵云一人 灵云根本就毫无还手的余地 唯有灵云自己依旧淡定无比 随即更是一道大笑之声灌入了所有人的耳窝之中 让众人心神震撼 哈哈 区区一个武阶阵法 也妄想杀爷爷我 你们还真是一响天开 今日这场闹剧也该结束了 天英帝国的皇室 江龙侯府和藤龙侯府等人 我宣布 你们的死期全都到了 第1054章掌控大阵 所有人都被灵云的话给证住了 什么意思 面对这么强大的阵法攻势 灵云不但没有任何畏惧之心 反而还说出这等话来 开什么玩笑 他拿什么抵挡这等阵法攻势 他拿什么在这么多人的围攻之下活命 不知死活 龙占嘴角一撇 身上的气息更加冷若冰霜 驾一煞 所有人就见到那等可怕的阵法攻势 就全都毫无保留地轰击在了灵云的身上 所有人都认为灵云必死 但接下来恐怖的一幕出现了 在场几乎所有人都不敢相信地见到 那飓风 那烈火 那雷霆和那海啸竟然在轰击到灵云身上的那一刻 全都骤然停止了下来 随即 巨峰在灵云脚下盘旋 烈火萦绕灵云周身 雷霆在灵云头顶盘踞 海啸在灵云身后汹涌 仿若灵云顷掌控了这些攻势一般 如风之神 如火之神 如雷霆之神 又如海之神 剑场所有人都惊恶万分 都不明所以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场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等攻势明明那般凶猛万千 为何会突然停了下来 灵云到底使用了何等手段 江波猛了 藤武猛了 龙战也猛了 就连乾坤画卷之宗的龙锦和灵宗等人也全都猛逼了 想不通 所有人这一刻都想不通 唯有灵云淡定无比的笑道 你们的手段都用光了吗 如若没有更强的手段 那我就让你们感受一下这个阵法的真正威力 也让你们明白惹怒我的后果 灵云咧嘴一笑 气冲云霄 他的身子没入在了风火雷啸大阵之中 整个人杀意凛然 气魄非凡 风之怒 火之怒 雷之怒 海啸之怒 给我杀 随着灵云爆喝声响起 便可见那风火雷啸大阵陡然之间又疯狂的运转起来 光是运转的声势都足足比之前七千多人同时运转的时候要强横不知多少 那飓风 那烈火 那雷霆和那海啸全都化为了一头巨兽一般 遮天蔽日地朝着困兽宫外那围剿灵云的数千人怒杀而去 什么 这是什么情况 他他似乎掌控了这个五阶阵法 而且所掌控的程度竟然比七千多人同时催动还要强大 我的乖乖 我没有搞错吧 那可是五阶阵法 可不是说催动就能够催动的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所有人都瞠目结舌 不怪他们失态 而是这一幕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 任谁都无法想象这一幕的出现 五阶阵法 操纵起来异常困难 更何况这五阶阵法明明是由龙湛等人操纵的 为何会突然之间转而被凌云操纵了起来 江波 藤武和龙湛等人又一脸猛逼了 林宗 林涅峰和龙千飘等人更是一头雾水 就连龙锦和顾清明都已经被惊讶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顾清明作为一名阵法大师 也是好一会后 方才终于明白了怎么回事 刚刚林云之所以屹立在那等阵法之中 任由那等阵法公式不断落到自己身上 自己却窥然不动 林云那不是在装十三 他是在利用以新玉镇来寻找这五阶阵法的中心枢纽 龙湛等人越是将那等阵法催动 到极致去攻击林云 林云就愿能够将阵法的中心枢纽找出来 不过找出阵法的中心枢纽并不是最难的 最难的是沟通中心枢纽 将这等阵法的掌控权从别人手中抢过来 放眼整个九州 能够有如此本领的人 恐怕难以找出一人 但林云却做到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林云在阵法一道上的造诣比顾清明所想象中的还要恐怖不少 以至于顾清明更是下定了决心 这一生一定要追随在林云身边 只要林云愿意让他跟随 那他给林云做牛做马都行 林云竟然还是一名阵法大师 龙景虽然不是阵法大师 但他好歹是日月神谷的内谷长老 见多识广 自然看得出来林云是一名阵法大师 但这个结果却让他更是内心震颤 甚至双脚都情不自禁有点发软 武道天才 玉兽天才 炼器天才 如今还是阵法天才 当这些光环拳都加深在林云一身身上的时候 那种恐怖质感一下子就席卷了周身 这小子真的是人吗 也就在无数人内心震撼之中 烽火雷啸大阵的攻势就已经冲击到了那将困受恭维的水泄不通的众人身上 任凭众人纷纷出手抵挡 但是 啊 一道道惨叫声还是不断在场中响起 随着惨叫声不断暴响 一道道身影便是在周围众人诧异无比的神色中不断陨落 剑场毫不惨烈 与此同时 林云也没有闲着 他先是将小九召唤了出来 让小九帮自己盯着龙战 将波和腾母三人 不要让他们三人有任何逃走的机会 而自己则是脚尖轻轻一点 身子便是踏空而去 他没有吝啬自己的手段 今日他就要以雷霆之丝斩杀所有该杀之人 此 随着林云一个死字如同魔鹰一般响彻在众人耳旁 全集 乾坤古剑锋芒毕露 圣龙齿龙威盖世 一道道手段频频甩出 令得现场更是满目苍疑 惨叫连连 就这样 仅仅只是一炷香不到的时间 现场整整七千人便是死伤了至少四五千人 其余人也或多或少的受了不同程度的伤 快跑 这一刹那 所有人见到林云如同见到魔鬼一般 旋即纷纷抱推而去 生怕林云再对他们动手 以至于现场一片混乱 我说过 今日你们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这里 敢对我爷爷和父亲动手 你们就注定只有死路一条 林云没有心慈手软 身弱惊鸿 攻势频出 虽然那些人还是跑掉了一部分 但大部分却依旧是纷纷死在了林云的手中 最后 场中除了失衡遍野 雪流成河的场景外 就只剩下瑟瑟发抖的龙战 藤武和江剑三人 这我是不是眼花了 七千人 整整七千人就这么倒下了 他不是才真武进三重中期舞者吗 为何我觉得他至少都有真武进五重以上的羞位了 这也太夸张了吧 难怪他能够获得九州大比第一名 所有人都差点吓得差点屁滚尿流 若非亲眼所见 绝必没有一个人会相信眼前这可怕无比的一幕会是真的 第一千零五十五张神魔傀儡 以一敌七千多人 却在虚余之间杀敌五六千人 而且这些人还都是帝国精英 这等事情在青州简直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这一刹那 所有人看向凌云的眼神都充满了无尽的敬畏 他们都无法想象 凌云不过才从青州离开大半年的时间而已 为何就成长到了这等地步 至于江波和腾母就更是面面相去 胆怯万分了 唯有龙战稍稍保持着一丝冷静 江波 腾母 这命令你们两个从左右方同时对他动手 缠住这小子 正在找机会给他致命一击 龙战并未就此自暴自弃 他身上杀意腾腾 战意十足 那等战意之中 明显还有着一股股神魔气息 避避下这江波和腾母都颤颤微微不敢对凌云动手 他们不傻 龙战此举就是等同于让他们去送死 既然你们不听阵的命令 那阵留你们又有何用 都给我死去 龙战双眼泵射出暴力的光芒 下一傻 他双手成爪 突兀地出手 左右手的爪子直接爆发出巨大的力量 一把抓在了江波和腾母的脑袋之上 由于龙战出手突然 而且他的实力本就远在江波和腾母之上 以至于在这两爪之下 江波和腾母都还没有回过神来 脑袋就纷纷被抓爆了 这突如其来的场景也让周围众人都是心神微微一阵 他们都没有想到龙战在这个时候 还会对自己阵营的江波和腾母痛下杀手 这个陛下可谓心知狠辣 狡兔崽子 你以为今日你已经赢了吗 今日阵就算是死 那也要拉你陪葬 龙战神情冷漠 随即他手印变化 江波和腾母身上的气血立即涌入了他的体内 同时在他眉心便是有着一面迷你的旗帜出现 而随着那面旗帜从眉心弄出 龙战身上顿时间一股气势冲天而起 那股气势十分诡异 一经出现便是令得八方都暗淡了下来 那时众人都是一阵疑惑 唯有凌云见到那面旗帜之之后 眼中陡然流露出了一丝精芒 那面旗帜可不就是跟当日竟非给凌云的那面旗帜如出一辙吗 也正是借助于那面旗帜 凌云才得以得到静魔九绝 从而掌握净化神魔气息的能力 等等 这龙战被神魔气息侵蚀了这么多年 之所以一度没有成为神魔傀儡 甚至保持着一些自己的意识 莫非正是因为他体内的神魔气息被那面旗帜镇压住了的缘故 凌云心底大胆猜测到 也正是因为那面旗帜从龙战体内取出 从而让那羁压在龙战体内的神魔气息技术暴涌而出 继而让其身体气息一下子冲天而起 越想凌云越是肯定了这一点 这龙战之所以这么做 说白了就是他已经束手无策 所以想要借助于神魔来斩杀自己 嗷一道神魔咆哮一般的声音突然从龙战身体之中传来 龙战整个人的气质一下子就全都变了 变得阴鬼 变得黑暗 变得令人恐惧 最后 龙战已经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 确切的说 他已经不再像是一个人 而更像是一具傀儡 那面旗帜一经拿出 龙战体内的神魔气息爆发而出 再加上龙战丝毫没有抵抗 任由其侵蚀了自己的所有心智 所以神魔就其轻而易举的将龙战变成了一具神魔傀儡 无知的人类 你竟敢坏本神魔的本体 这一次我一定要弄死你 神魔的声音从龙战体内传出 那那是神吗 神魔吗 这怎么可能光是这等声音就已经让周围众人面色大变 那等声音仿佛能够让所有人的气血情不自禁地翻滚 想抑制都抑制不住 神魔 神魔傀儡吗 林云 为了以防万一 速速让我出去 这具神魔傀儡就交给本长老来对付 乾坤画卷之中的龙战 面色同样是一下子就凝重万分 神魔 乃是百足公敌 但凡是跟神魔相关的一切 都是人人得以诛杀 龙战不好插手凌云和各大势力之间的争斗 但遇见这等神魔 那就不一样了 如若这个时候他还要袖手旁观 那他就不配成为一名舞者 不配成为日月神谷的内谷长老 而且他可不希望林云这么优异的弟子出现任何一丁点耳的意外 他有义务要亲自动手 将这具神魔傀儡彻底铲除 龙景长老 这等神魔傀儡就不劳烦你老动手了 但林云却并未让龙景从乾坤画卷之中离开 这龙战以为他变成神魔傀儡就可以要了自己的性命 那也太小看林云了 至少林云现在掌控了静魔九绝 除非是神魔或者魔灵出现 这等神魔傀儡于他而言就根本不算是什么 林云 不要冲动 神魔可不是你所想的那么容易对付 龙景焦急道 他并不想强行冲出乾坤画卷 那对林云的乾坤画卷 或者自己都会造成一定损伤 龙老 你就放心好了 不是弟子吹牛皮 别说神魔傀儡 就算是魔灵 我都斩杀过不少 这等傀儡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你就瞧好了 林云信誓淡淡 嫁一煞 目光直视龙战 我既能够破坏你的本体 那我也能够将你永远抹除 话语之间 林云身体一阵 五道气息如同火山喷发一般暴涌而出 那我就看看 你这无知的人类 如何将本神抹抹除 去死吧 龙战身体发出鬼叫之声 紧接着龙战的身体就带着万千黑芒 怕空而立 随着他手印变化 无尽的黑气在他身前凝聚 最后形成了一个可怕无比的黑色气旋 地面之上 不少尸体不断地被卷入那等黑色气旋之中 令得那黑色气旋汹涌万千 气势滔天 仅仅只是几个呼吸之间 那黑色漩涡便是遮天蔽日 将一方天地都仿若吞没了一般 随即就如同一个雪盆大口一般 朝着凌云的身体撕咬而来 那般声势 就连龙颈的面色都是低沉到了极点 龙颈见证 已经打算直接强行冲出乾坤画卷了 但也就在这时 一股纯净的力量陡然之间从凌云身上席卷而开 那股力量软绵绵的 十分温暖 跟前者所施展出来的攻势简直就是两个极端 而当龙战所施展而出的攻势落到那股纯净力量上的时候 那明明不可一世的声威竟然不断地消敏下去 就仿若那可怕的黑色力量被凌云的纯净之力一点点净化了一般 甚至诡异 第1056张是了浮衣去 怎么回事 所有人都顿感惊异 那等攻势明明那么不可一世 怎么就莫名其妙的被净化掉了 凌云身上所爆发出来的那等气息到底又是什么 这龙颈也是惊呆了 沉魔的力量有多恐怖 虽然他没有见识过 但也听说过 那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抵抗的 曾经九州出现过一次神魔 那一次四大超级宗门全都惊动了 四大宗门难得的联合在了一起 由各自宗门的宗主亲自带领精英弟子一起对付神魔 但饶就是如此 也整整大战了好几天 方才将那巨神魔阵 压住 虽然眼前这神魔傀儡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恐怖 但没想到凌云竟然如此轻而易举就将其镇压住了 隐隐之间 龙颈看向凌云的眼神再度发生了变化 这小子身上的秘密就像是一个无底洞一般 让人一直捉摸不透 等等 龙颈突然想起之前凌云的话 别说神魔傀儡 就算是魔灵 他都斩杀过不少 这是真的吗 他这些年到底经历过什么 什么 你竟然掌控了伏魔进化之力 不可能 你们这些渺小的人类怎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能有人掌控这等力量 神魔阴鬼的声音响起 我神武大陆神圣不可侵犯 你们这些无知也渺小的神魔又知道什么 你不信 等你死后 你不信也得信 凌云吃笑一声 这具神魔的本体已经被凌云摧毁 如今在龙战体内的不过是一些神魔气息罢了 这等气息虽然有点能力 但还不至于太过于恐怖 至少现在的凌云所掌握的静魔九绝 就足以让这等强度的神魔气息所凝聚的攻势彻底进化 所以 在凌云说完之后 凌云立即就将静魔九绝催动到了极致 扶魔碑碎片不断颤动 无尽的进化之力席卷而出 最后随着凌云暴掠出去的身子直接笼罩到了龙战的身上 不 你这愚蠢的人类怎是我神魔的对手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尽所有的人类 龙战暴怒而起 身上黑色气息比之前还要浓郁了几分 俨然这神魔这一次已经将自己的力量催动到了极致 只是 就算这神魔在挣扎 那也不过是负于顽抗罢了 这等神魔气息再浓郁 在凌云的绝对进化之力面前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最后还是逃脱不了完全被进化的结果 与此同时 凌云没有心慈手软 手中的乾坤骨将和圣龙齿同时轰出 一剑一尺生微并存是冲云霄毁天灭地 在这等攻势下龙战其有反抗之力 最后生生暴体而亡 龙战身体就在所有人惊骇无比的眼神之中化为一片血雾 而那囤积在龙战体内的神魔气息则被凌云的静魔九爵进数净化 继而让凌云对于静魔九爵掌控程度再度提升不少 凌云将龙战的空间戒指收入囊中 确认了一番那枚旗帜 发现那枚旗帜确实就跟静非给凌云的旗帜一模一样 这也就是说 等凌云将静魔一爵修炼彻底之后 或许他就能够依靠这枚旗帜开始修炼静魔二爵 了 随着龙战生死 这场战斗就此落下帷幕 凌云将吞天熔炉释放而出 整整数千人尸体中的五道晶圆全都涌出 如同海纳百川一般源源不断地汇入到了凌云的身体之中 凌云身上气息暴涨 整个身体都仿膨胀了两三倍 所有人骇然听闻 目光之中满是畏惧之色 也就在这等畏惧之下 凌云身上的五道桎梏彻底被冲破 真五进三重后期的五道气息扩散开来 弥漫在了整个困兽宫外 毫无疑问 通过吸收炼化这么多人的五道晶圆 凌云从真五进三重中期成功突破到了真五进三重后期 呲 剑场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任何一丁点而声音 所有人的眼神和面色都是惊恐万壮 谁都万万没有想到 堂堂天英帝国的皇室和两大侯府 整整七千多名精英 几乎大部分就这么全都葬身在了这里 凌云顺势还得以突破 恐怖 可怕 所有人看向凌云的眼神都恍若是看向一尊魔鬼 在此之前 没有一个人会想到 事情会这么发展 更没有人想到 今日的结果会是如此惨烈 天英帝国的皇室倒下了 天英帝国的三大侯府也全都倒下了 天英帝国如今群龙无首 拜见陛下 其中天英帝国一名大臣直接朝着凌云跪拜了下去 其余人纷纷效仿 拜见陛下 赐个字响彻天际 震耳欲聋 凌云见到众人跪拜 却淡淡一笑 似乎毫不在意 下一刻低沉的声音从他口中爆喝而出 这天英帝国的陛下之位 我没兴趣 你们谁想要谁就拿去吧 声音还未完全落下 凌云纵身一跃 便已经踏空而去 仅仅几个眨眼之间 便已经消失在了众人之中 赤了福一去 深藏功与名 对凌云而言 或许成为这天英帝国的陛下 看似可以让龙武帝宗更好的在九州立足 但正所谓数大招锋 龙武帝宗现在根本还没有在九州占据一番帝国疆土的实力 如若贸然以小冲大 周围其余势力铁定会虎视眈眈 就算凌云能够抵挡一二 可等凌云前往日月神谷后呢 那到时候龙武帝宗旗会不断溃败 甚至走向灭亡 这可不死凌云所希望看到的 更何况 帝国巨变 王朝更变 其中往往会有着不少杂事 凌云现在没有兴致来处理这些事情 龙武帝宗之中也暂时没有人有这个能耐 与其现在就跳出来假大空帝称霸一番疆土 不如踏踏实实地先让龙武帝宗在之前找到的武行之地中慢慢建立起来 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 只有龙武帝宗的人实力提升上去了 以后龙武帝宗想不立足都难 否则光靠凌云一个人顶着 那就不是一个宗门 而是一盘散沙 离开皇城之后 凌云就让小九代替自己飞行 而他则进入了乾坤画卷之中去看看林宗和林叶峰的身体状况 可一进去就发现 林宗和林叶峰的状况非常不好 两人嘴里不断咳出黑色的血液 显然是已经中毒了 凌云心底一极 立即利用万物复苏绝稳住两人的心脉 以凌云的眼界 一眼大概就知道 这等毒十分剧烈 中毒者如若在两个月内找不到解药 就会立即毒发身亡 到时候大罗神仙都救不活 第1057章云帝 林云双全紧握 没想到这天英帝国还有这么一手 如若林云所猜测不假 爷爷和父亲体内所中的这种毒 就是一种罕见的宝体之毒 何为宝体之毒 世间万物 千奇百怪 宝体亦是如此 有治愈宝体 有防御宝体 有攻击宝体等等 所以也就有剧毒宝体 申怀这等宝体之人 宝体之中可以渗透出一种剧毒之物 如若用这种剧毒之物链制出毒药 这种毒药将非常可怕 林云身为龙武大帝 当然有不少办法可以解这等宝体之毒 只是那些办法都不是他现在所能够施展出来的 至少以他现在的修为很多手段施展出来的程度都是有限 林云现在能够做到的就只能够稍稍压制住这等宝体之毒 要想将其彻底解除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找到身怀这等宝体之毒的人 用他的鲜血做成药引 炼制出一种毒丹 以毒攻毒 方可奏效 只是 那身怀这等宝体之毒的人到底是谁 爷爷 父亲 你们不用担心 云儿一定不会让你们有事的 我这就返回天英帝国的皇城 去帮你们寻找解毒之法 林云宽慰林宗和林叶峰道 唯有返回天英帝国皇城 找到相关人士 并问出这宝体之毒从何而来 才有一线生机 不过 之前大多数人都被林云斩杀了 林云颇为担心这皇城之中 还有没有人知道这等宝体之毒从何而来 如若没有 那到时候可就麻烦了 云儿 不用回去了 天英帝国没有人能够解此毒 林宗摆了摆手 在林云的万物复苏绝下 林宗和林叶峰的毒总算是慢慢被镇压住了 至少没有再继续恶化下去的趋势 他们的面色也终于是稍稍好转了一些 这时候 林叶峰也接过话去道 云儿 此毒并不是天英帝国给我们服下的 这些天只有另一个人给我们服下了一些古怪的东西 而那个人好像是来自于雷州 雷州 林云神情顿时紧了紧 不错 林宗也点了点头 继续道 那人是天英帝国特意从雷州请过来的 也正是他在困兽宫中布置了那等五阶阵法 就是在布置阵法的时候 那个人逼迫我和你父亲服下了一枚丹丸一样的东西 这件事恐怕就连天英帝国或许也不知道 从他们的对话之中可知 那个雷州之人在布置完正法之后 似乎就直接离开了青州 听见林云和林叶峰的话后 林云面色欲发冷了下来 难怪自己之前大开杀戒的时候 天英帝国并没有拿林宗和林叶峰中毒的事情来威胁林云 原来他们也压根就不知道 是雷州之人那还能有谁 绝对就是南北帝国的洛岳家族和天峰家族之人 他们想必是生怕自己报复他们 所以特意留了这么一手 果然是老谋深算 如此一来 就算他们没有抓走林云爷爷和父亲 那林宗和林叶峰的性命也在他们手中 从而令得林云不敢对他们轻举妄动 雷州是吧 天峰家族和洛岳家族是吧 我还没去找你们算账 没想到你们却在背后耍阴招了 你们放心 我会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惊喜的 身上冷一席卷 林云整个人如同一把出鞘的利剑 锋芒毕露 杀气腾腾 林云之前在雷州的时候 就差点被天峰家族和洛岳家族的人弄死 之后这两大家族竟然还请了地狱门的人来暗杀自己 林云从未想过要放他们一马 如今也该跟他们好好算算总账了 只是 林云并未直接前往雷州 以林云的实力 控制住爷爷和父亲的独在半年内没有性命之忧还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为了避免来回跑动耽误时间 林云打算先回四神域去 将四神域想要离开的人一并带走 在一起前往雷州 就这件事 林云自然也跟林宗和林叶峰商量了一下 林宗和林叶峰都答应可以跟着林云离开四神域 一切全都听林云的安排 当然 在这之间 林云也将自己取得了九州大比第一名 已经加入了日月神谷的消息告诉了林宗和林叶峰 两人都是激动不已 差点喜极而泣 没有一个长辈不希望自己的后辈成龙成凤 林云的成就毫无疑问已经远远超过了林宗和林叶峰的预期 甚至完全是他们之前万万没有想到的 他们怎能不激动和兴奋 此外 在路上 林云也询问了一番顾清明 问他是否愿意加入龙武帝宗 以后成为龙武帝宗首席政法大师 顾清明虽然还不清楚龙武帝宗是什么势力 但却还是想都不想就激动地答应了下来 只要林云让他跟随 他什么都答应 在林云离去不久 整个青州都处在了风雨动荡之中 各方势力频频出现 欲要争夺这青州的统治权 于是各种战斗连绵不绝 但在所有势力争斗之中 有一个战斗之外的名字却依旧异常响亮 毫无疑问 正是林云 一人之力 屠杀皇室和三大侯府 如此强大 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更有甚者 直接称呼林云为云尊 云皇和云帝等等 其中云帝这个称谓似乎更受大众喜爱 于是 云帝之名开始在青州不敬而走 甚至还朝着九州其余八州传扬而去 对于这些 林云一概不知 回到四神域后 他就见到云清雪和其余人身上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而且云清雪也已经将林云要将龙五帝宗将要牵出四神域的消息告知了所有宗门弟子 如今龙五帝宗一共弟子两万人 这个数字还是因为林云以前明令禁止不让龙五帝宗再招收弟子的缘故 否则人数绝对不止这么点 次五万都有可能 这两万名弟子中 大约有一万名弟子都愿意追随林云离开四神域 其余一万人要么就是没有胆量 要么就是没有实力 要么就是觉得九州距离自己家族太过于遥远 要么就是被之前五龙侯府差点踏平龙五帝宗的气势给吓唬到了 总之各种原因 林云自然尊重这些人的选择 而且还请求如今太清宫的公主罗成将这些人收进太清宫 也算是给他们找好了一条后路 此外 林云也承诺罗成 如若以后龙五帝宗在九州站住了脚 欢迎太清宫的弟子加入龙五帝宗 第1058章02的身体变化 最后 罗成也向林云提议 如若龙五帝宗真的在九州站住了脚 那他就会在太清宫每年举办一次大比 在大比上表现的优异的弟子便会送往龙五帝宗进行深造 如此一来 既不埋没太清宫的优异弟子 也让太清宫弟子有一个良性的竞争 林云当即就答应了下来 一切约定好后 林云就让云清雪帮忙将一万名愿意跟着他离开的宗门弟子召集了起来 特意跟他们说了此番将龙五帝宗迁移出去后 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困难和危险 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 如若他们之中还有想要退出的 也可以直接退出龙五帝宗 继而加入太清宫 在林云说完之后 退出者屈指可数 这让林云心中微微欣慰 这些人愿意跟随他 就代表着是对他的一种信任 一个宗门 只有拥有信任 才会拥有凝聚力 这样的宗门以后才会慢慢变得强大 虽然一万名弟子人数不少 但林云却并不担心无法将他们全都带走 因为在这一段时间内 龙谦也在乾坤画卷之中已经战胜了两头大地之灵 帮助林云开辟出了两处不小的空间 容纳这一万名弟子倒也是 足够了 随即 林云就决定 给所有弟子三日时间好好准备一下 三日后举宗全签 这三日时间 林云先是带着林宗和林叶峰回了一趟百战王朝 虽然林宗和林叶峰身中剧毒 但已经完全被压制住了 身体在时并无什么大碍 而且既然林云说了 能够帮他们解毒 他们就完全相信林云 心绪也比较正常 至于回到百战王朝 正是林宗和林叶峰的要求 毕竟 他们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 让他们一朝离开 多少还是有些不舍 更何况林宗还是百战王朝的陛下 在离开之前 当然就要将这个担子交给一个信得过的人 还有王朝的一些其余事情也需要他好好去处理和交接一番 所以一回到百战王朝 林宗和林叶峰就去处理他们各自的事情去了 至于林云则去找到了建臣 建制和建制的父亲建眼三人 毫无疑问 林云也希望他们跟着自己前往九州 特别对于建制 林云一直心存一丝愧疚之感 毕竟当初建制是为了救他 从而失去了自己本来的肉身 只是 建臣和建眼都仿若是看破了红尘一般 一心想要归隐 怎么跟他们说他们都不答应 而沉默寡言的建制又只想待在这两人身边 以至于最后林云无奈 只得放弃了将他们三人一同带去九州的念头 不过之后 林云还是给了建制不少宝物和武学 希望他能够自己潜心修炼 不要埋没自己的武道天赋 接下来的时间 林云在百战王朝随意逛了逛 岁月蹉跎 林云重活一世 如今几年时间已经如白居过系转眼就不见了 林云还记得自己重活之时的那一幕幕 可如今几年过去了 自己却仅仅还只时针武进三重后期舞者 重灯神界之路依旧遥远 如今我的实力还是远远不够 以后必须要继续努力才行 还有等到了日月神谷 一定要争取早日将那符文一道尽快掌握 如若能够在这一世掌握符一道 在身怀龙族血脉 等我中灯神界之后 成就必定 会超越前世 就算是灯灵帝尊 也绝对不再是幻想 林云双手紧握 暗暗下定了决心 在百战王朝待了一天 林宗和林叶峰将所有事情都处理好了之后 林云就带着两人耗费了半天的时间回到了龙武帝宗 如此一来 距离离开就只剩最后一天时间了 只是刚一回到龙武帝宗 叙老就立即急匆匆地找到了自己 看其急急忙忙的样子 显然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林云立即询问了一番 才知道是王颖那丫头出了一些意外 宗主 林儿这几个月在修炼的时候 总会莫名其妙地突然昏睡过去 一开始还好 只是昏睡一两个时辰 但随后每一次昏睡的时间越来越久 这一次她整整已经昏睡了好几天了 却依旧还没有任何清醒过 来的样子 我一把老骨头束手无策 只能够依仗你不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了 去老担忧万分地道 去老 你放心 我这就去看看 林云闻言 直奔王领那小丫头所住的庭院而去 林云之前就觉得王领那丫头身体奇怪 但具体怎么奇怪 她和炎火天尊都暂时没有看出来 但只知道王领这丫头五道修为提升得太快了 这等快已经完全超乎了林云的意料 这一次回到龙五地宗后 林云就听说林二那丫头竟然直接突破到了天五境七重 在整个四神域 仅次于云清雪 要知道林云上一次离开龙五地宗的时候 这王领才是第五境八九重的修为 从此可见她的提升速度到底有多变态 而且这还是在她自行修炼的前提下达到的 不一会儿 林云就来到了王领的房间之中 此刻的王领正躺在床榻之上 身体并无大碍 气色不错 呼吸也很正常 林云试图叫了她几次 却无动于衷 随即林云便是查看了一番她的身体 也并未发现不妥的地方 一切都跟健康的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这就奇怪了 林云眉头紧皱 稍作沉吟 突然 她眼前骤然一亮 似乎发现了什么 等等这丫头体内的天地灵力似乎有点奇怪 林云察觉到 王领体内的天地灵气此时所运转的规律十分奇特 先是跟正常无者体内的循环规律运转了几次 但接着却竟然反着循环 这是怎么回事 林云从未见过这等情况 甚至就连她前世也从未遇到了这等天地灵气的反向运转的情况 但是出无常必有妖 这其中一定有着某些奇妙之处 接下来 林云一直待在亡领的房间之中 观察亡领体内那天地灵气的流动规律 第1059张甚是蹊跷 随着时间的推移 林云发现亡领体内的天地灵力每隔十次正向流转 就会出现五次反向流转 如此一直反复循环 但每这么循环一次 亡领身上的灵力就会纯净一些 而且灵力强度也会随即强上一点 甚至诡异 少年狼 这小丫头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她之所以昏迷 应该是她身上的诡异之处开始慢慢显现出来了 再等一段时间应该就会完全显露出来 到时候自然就会知道她身上到底有何等秘密 老颜的声音突然在林云的脑海之中响起 自从龙颈待在林云身边之后 老颜就很少开口 显然是担心龙颈会有所察觉 而现在龙颈已经被安顿在了龙武帝宗中 没有跟在林云身边 这老颜方才自如一些 而且老颜也叮嘱林云 在林云进入日月神谷之中后 一定要多给她弄一些珍贵的运魂灵药 让她灵魂力量再强大一些 毕竟日月神谷强者更多 如若老颜的灵魂力量不提升上去 恐怕很容易被人发现 老颜的话 林云倒也认同 而且目前看来 唯一的办法也只能够等亡灵身体的奇特之处 完全显露出来 才能知道她的身上到底有何等秘密 因此等续老赶过来后 林云就将亡灵的事情大致告诉了她 并告知续老 林儿没什么问题 等不久之后 应该自己就会主动醒过来 听完了林云的话 续老这才放心下来 最后续老向林云表明 她不想再担任龙武帝宗的代理宗主 在四神域她可以依靠龙武帝宗的护宗大阵 稍微有点底气 但接下来龙武帝宗迁移到九州 她毫无底气 而且她也很清楚 自己根本没有那等魄力在九州之中帮助林云重建一个宗门 见到续老如此坚持 林云自然也不会勉强她老人家 以后就让她在龙武帝宗安安心心养老即可 至于龙武帝宗宗主之位 等将龙武帝宗迁移出去后 林云就会考虑将其暂时交给云清雪 见到王林云时间难以醒过来 林云也就没有继续等下来 接下来的一天时间 她安排龙武帝宗的人不断往乾坤画卷之中 弄进去各种生活所需的东西 也将龙武帝宗的所有资源全都搬进了乾坤画卷 如此一来 既保证龙武帝宗资源不浪费 同时也能保证上万名跟随自己离开的弟子 在里面能够封一足十地待上两三个月 就这样 第四日清晨很快到来 天还只是微微亮 整个龙武帝宗便已经喧嚣不已 上万名宗门弟子 齐聚龙武帝宗演武场 自发地排列整齐 声势浩荡 甚至壮观 林云站在演武场的最前方 威风凛凛 气度不凡 今日是我龙武帝宗的大日子 林云先是慷慨激昂的说了一大通鼓舞人心的话语 让现场的气氛一下子火热无比 在林云说完之后 所有弟子纷纷热血沸腾 龙武帝尊威武 宗主威武 是与宗门共存亡 声音响彻天穷 恍若将天地都要炸开 林云十分满意 时间不早了 我会依次将你们弄进这乾坤画卷之中 接下来的一大段时间 你们将会一直待在这乾坤画卷之内 直到我将你们带到龙武帝宗新地址为止 林云一边说着 一边直接将乾坤画卷拿了出来 只见乾坤画卷悬浮在半空之中 其上散发出一股股浓郁的宝气之威 众多弟子见到这等宝气 都是目露吃惊和炽热 他们平日里能够见到玄级宝气就不错了 地级宝气都是无比奢望 这等天级以上的宝气可谓是见所未见 云清雪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林云看向一旁的云清雪 昨晚林云和云清雪已经进入乾坤画卷之中 将龙武帝宗的这些弟子 接下来所待的区域全都规划好了 所以现在只需要让云清雪先进去 将随即进入的这些龙武帝宗弟子 安顿在那一片区域内即可 云清雪心领神会 纵身一略 身子就已经在众目睽睽之下 进入了乾坤画卷之中 林云没有任何耽搁 意念一动 立即就将其余龙武帝宗的弟子 也一次弄进了乾坤画卷之内 整整半个时辰过去 上万名龙武帝宗的弟子 终于全都弄进了乾坤画卷之中 而且在云清雪有条不紊的安排之下 全都在指定的位置待好了 随即 林云又将爷爷和父亲 以及旭老王林 顾清明等人全都弄进了乾坤画卷之中 待一切妥当之后 林云就跟太清宫公主罗成和柳珍等人告辞 就这样 林云离开了清蒙域 离开了四省域 以最快的速度直奔雷州而去 南北帝国 天风家族和洛岳家族 他们竟敢对爷爷和父亲下这种毒手 就这么怕林云去找他们算账 那林云这一次就一定要好好的跟他们算一算账 就这样 大半个月的时间过去 林云和荣景终于是到达了雷州 一到达雷州 林云立即就前往了九星宗去找问指寒 林云虽然来过雷州 但他对雷州也并不算特别熟悉 只有先找到问指寒 了解一些雷州的情况 最好是弄清楚整个雷州谁拥有那等剧毒保体后 才好伺机动手 于是 又耗费了几天时间赶路 林云便是到达了九星宗 然而 当林云向九星宗表明自己的身份 以及前来的目的后 他并未见到问指寒 而是直接见到了九星宗的宗主邱毅 邱毅是一名四五十岁左右的男子 看起来虎虎声微 五道修为乃真五进四重初期舞者 他对林云极为敬畏 这倒并不奇怪 林云的种种事迹 邱毅无不知晓 别说是他九星宗 如今的落月家族和天风家族这两个巨头 也对林云忌惮不已 只是 在这等敬畏之余 这邱毅又明显有意跟林云保持着一定距离 当他得知林云是来找问指寒的 立即就对林云道 林云小友 指寒数日前就早已离开了九星宗 离开了雷州了 林云眉头一皱 觉得甚是蹊跷 他明明跟问指寒他们约定好 在雷州会合 然后一起上路 而且会合的地点就是在九星宗 问指寒没理由会先离开才对 第1060张雷州第一人 这是怎么回事 林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不过既然邱毅都这么说了 林云也不好强问什么 随意说了两句客套话 转身就离开了 但林云并未离开太远 等九星宗的人认为他离去后 他很快又折返了回来 只是这一次 林云并未惊动任何人 他先是让容景长老屈身 进入乾坤画卷之中 而自己则悄悄潜入了九星宗内 以他的实力 就算是大白天潜入进去 九星宗的人也根本察觉不到 进入九星宗后 林云就想办法打听到了问指寒的住处 然后直奔问指寒的住处而去 毫无疑问 林云不相信问指寒走了 问指寒很有还在九星宗内 只是这九星宗的宗主 为什么要骗自己 等林云到达问指寒的住所之后 发现事实也正如他所想的一样 问指寒确实就在九星宗 此时就在他的院子内 只是林云还发现此时问指寒的院子外 竟然围满了九星宗的弟子 似乎是九星宗有意将其看守了起来 这不由得让林云更纳闷了 九星宗为何要这么做 欲发疑虑 林云身体一纵 就化为一股青烟直接敲无声息地 掠入了问指寒的庭院之中 谁 问指寒正在院子内一筹莫展 听见动静的他身体猛地站了起来 冷冷地往动静的方向望过去 就见到林云的身子突然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问指寒 是我 林云淡淡地道 林云 是你 问指寒脸上的愁云和警惕 顷刻间一扫而光 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惊喜 他显然没有料到林云会出现在这里 问指寒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九星宗的人为何要说你已经离开九星宗 又为何将你看守在这里 林云看门见山的问道 问指寒文言 面色立即沉凝了下来 随即又着几万分地对林云道 林云 奥峰家族出事了 恩 怎么回事 林云心头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问指寒稍作成吟便是道 是这样的 就在不久前 天丰家族和洛岳家族的人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方法找到了奥峰家族的藏身之地 天丰家族和洛岳家族知道了奥峰原领进入日月神谷的消息 所以这一次铁了 亲想要将奥峰家族给彻底铲除了 数日前天丰家族和洛岳家族已经派了不少武道好手前往奥峰家族的藏身之地 如若奥峰家族的藏身之地真的被两大家族的人找到 那奥峰家族将绝对会凶多吉少 我当然不希望看到奥峰原领和他的族人就这么被灭 所以想要过去帮忙 但我九星宗的宗主 也就是我的师尊 他知道后生怕我会出事 也生怕这件事会牵连到九星宗 所以就让师兄们将我看守在这里 不允许我离开半步 不过 前几日恰好赫林也来到了九星宗 打算跟我们会合 我将想办法将此事已经告诉了他 并让他尽快去奥峰家族的藏身之所赶去了 希望赫林能够提前通知到奥峰家族 否则问指寒将事情大概给凌云说了一通 凌云面色同样大沉 没想到这雷州也如此不太平 天峰家族 落月家族 又是这两个家族 无论如何凌云绝对不会让他们得逞 问指寒 你上一次去过奥峰家族的藏身之所 现在想必还知道去的路吧 赤不宜迟 我现在就带你离开九星宗 然后你再带我去奥峰家族的藏身之所 凌云立即做出了决定 好 不过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天 也不知道问指寒醋没紧皱 放心 奥峰元领现在的实力也不是盖的 落月家族和天峰家族就算真的找到他们 但要想啃下奥峰元领这块硬骨头 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 先别说这些了 马上赶路吧 凌云说着立即就将问指寒弄进了乾坤画卷之中 然后他带着问指寒离开庭院 离开九星宗 前往奥峰家族的藏身之所 虽然凌云认为奥峰元领能够抵挡一二 但这也仅仅只是西纪 谁也不知道事情具体发展到了哪一步 因此凌云没有任何懈态 将裂变迁迁顺步和风之奥义 催动到了极致 经过这一段时间在赶路中一直使用风之奥义 如今凌云已经将风之奥义提升到了半步巅峰的状态 这也使得他的速度又更上了一层楼 希望一切还来得及 路上 凌云也询问了一番问指寒有关于剧毒保体的消息 看问指寒之不知道雷州有什么人身怀剧毒保体 问指寒听完后 稍稍思量了一番 最后立即就锁定了一个人 那就是天风家族的现任组长 天风图 这天风图是雷州第一人 实力在真武镜四重后期巅峰 甚至现在已经到了真武镜五重初期都不是没有可能 当然 这也只是初步锁定 问指寒也不敢确定具体是不是天风图 一切还要等凌云去鉴定一番才知道 虽然不确定 但好在也有了一个目标 而且问指寒还说 这一次天风家族和洛越家族的铁了心想要铲除奥峰家族 就连天风图也有可能会亲自去铲除奥峰家族 以绝后患 既然如此 那到时候再看个究竟便可 在赶路的过程中 凌云再度默默地运转龙点 尽力地将七个龙悬之中的龙之气化为龙之力 确切地说 从当日得到这龙点之后 凌云在赶路的过程中就没少修炼 但一直都没有成功凝炼出龙之力来 不过凌云并不气馁 这龙点越是难以修炼 就代表着越是强大 龙族功法 若是跟其余大白菜功法一样能够随便修炼出来 那才有问题 除此之外 之前在青州斩杀皇室和三大侯府众人之后 凌云利用吞天熔炉将众人体内的五道晶圆技术吞没 果然也让祖龙殿的祖龙之气暴涨不少 在凌云运转龙悬绝后 那些祖龙之气确实能够涌入凌云的第七个龙悬之中 似乎真有可以再度凝聚出第八个龙悬的趋势 但由于所吸收的五道晶圆太少 从而产生的祖龙之气有限 让第八个龙悬凝聚出来的趋势并不明显 所以这等祖龙之气是否真的能够帮助自己凝聚龙悬 还依旧有待考证 匆匆赶路 四天时间已经过去 在问止寒的指引下 凌云终于到达了奥丰家族的藏身之处